这个也是简约有设计感、有剪裁、有风格的款式 我穿的是黑色、实黑色 手拿着这个是浅蓝色 可以看看光颜色的对比 这个款式是一个简约的环件款 但有一个很有趣的线条和平布的效果 这个也有一个小袋 你看到袋子的细致位是看到的 环件配上了斜件 其实是同一幅布 再有一个绑皮的TED 令到那个款式有层次 而且对比会明显很多 这个是斜件的一个袋子 在币位的位置也配上了一个衰生布 去做一个对比 这个衰生布延伸下去也有三脚的部分 同样配上了白色 不过布料上有两种不同的 我博位这个就是一个滑身的衰生料款 三脚的部分就是Corton 颜色上是相同的,都是雪白色 两种不同的布质 这个真的挺细致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白色 其实可以简单相同的布料 这个你会看到是用了另外一种的质 当然最漂亮我觉得是三脚 我有时常会介绍一些有弧度的一个线条 今次这个弧度我觉得是最 这样的感觉 因为都算是比较少遇到这一种的Cutting 大家可以在靠近看一看它的款式 你会觉得是完全是一个微笑的效果 它不只是一个三脚的弧度 它更加是在连带在上面 那个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平步位 不是单向的在三脚的部分 你会连带去到折薄位的位置 都有同样的连贯 当然我觉得在它旁边的开叉位上 都有一个挺漂亮的折薄位 这个弧度也是挺漂亮的一个线条 穿上身 在侧骨位位置 你会看到是正常的夹蜷落 去到大约三脚或者盘骨左右 它就会有一个弧度 就真的向前了 但那个幅度不算很大 但你会看到有一个弯弯的弧度 就呈现了刚才我所形容的一个小小微笑的效果 你会看到一只我单单地说 都说得挺丰富 所以这个款式 简约来的剪裁位置 都真的挺有心思的 我也觉得这个真的做得挺漂亮 就不是单一这么看 是一个好像幻间 或者简约一点的幻间T款 真的不是的 它是一个挺有细致度 而且剪裁上都做得挺深思熟类的一个款式 挺欣赏 厚福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实色的 不需要额外打底的 布料也不怕 中袖款式 中袖再长一点 大约七分袖的位置 是得薄的设计 简约而有Style 我现在就衬了一个横式的裙款 偏AI的直脚裙 其实这个色衬都漂亮 不过如果浅蓝色裙衬 我建议选一对浅色的鞋 会平衡得漂亮一点 我现在这个颜色是有考虑过的 即刻深浅深去平衡的 如果这个浅浅的下身都建议 即是鞋款的部分都建议选一对浅色 会做得颜色上更加到位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真的挺不错 有点点日系的风格 日系的风格 如果你不喜欢搭这种直脚裙 就更加会设合日系的风格 即那个氛围上会偏向日系的 可以搭波鞋 我现在这个的确是搭得型格一点 虽然是简约的日系风格 但我也是趁了下身选取上 会有些不同的路向 是的 这个 我照顾这个 我换浅色的鞋给大家看一看 我搭了两种不同的鞋子 都是浅色的鞋子 所以我换浅色为主 那我的下身没有转到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 其实换了鞋子也很重要 换了一双鞋子也很重要 如果你喜欢lady少少 其实选这一双都漂亮 到漂亮的颜色更加配搭 但如果我真的喜欢casual 一些入系一些的 其实搭这一双高筒的波鞋 都是配搭的 是的 你看到穿了两种不同的鞋子 这一双的氛围都有分别 是的 先不要说转这两个 是的 不要说转下身 那也是一个挺容易搭 和设计感挺强烈的一个换色 那也可以看看 布料也有弹性 这个也是实色的 是的 我现在穿的这个是浅蓝色 那那个 都不透的 是的 这些位置也很安全的